好的 我们来看这个数据DTVR 那么在这点当中 我们上集会给大家有过提示 就是我们会来讲到在可能这一块最常见的一个模型 那么就是由咱们这个什么 AN加1等于P倍的AN去做一个变形 也就是由我们这个等比数量去做一个变形 那么它的变形应该说情况非常的多 那么也是我们常考的模型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掌握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第一种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做了一个简单的由前面这个常数P变成了一个FN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很多时候它的B推公式怎么求通向公式呢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我们等比数量的B推求通向的方法 是一个叫做累存法 就是AN加1等于P倍的AN 那么AN加1除以AN等于P 然后AN除以AN减一等于P 一直到AR除以A等于P 然后去左边相乘会相互交距 右边相乘是N个P相乘 就是P的N次方 对吧 那么这个如果变成FN了 那么这个怎么求呢 OK 记住 如果变成FN的话 它的求解思路方法完全一致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的列体E AN加1等于N加1分针乘一个AN 那么如果把这个AN除过去呢 会得到AN加1除以AN 然后呢 等于N加1分之N 好 往下写是AN除以AN减一 等于什么 等于N减一除以N 对吧 那么继续往下写呢 会是一个AR除以A1 等于什么 AR除以A1会得到是一个E除以R 是这样的结果 对吧 那么你会发现就是 我们如果去做累成法的话 左边依然是相互消去 那么右边这个地方会乘起来 有一个怎样的效果 它也会相互消去 对吧 你想这个N和这个N消掉 那么这个N减一 你基本上可以预料到 会和下面的N减一呢 也会消掉 所以右边也会有一个大量的相互消去 那么最后会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式子 对吧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 这个右边相互消去呢 这个分母会 N加1会剩下来 没有能够它消 那么分母会剩一个N加1的话 那么意味着我们这个分子会剩下谁啊 分母剩下一样 分子也会剩下一样 对不对 那么分母剩下一个最大的 那么分子呢 就会剩下一个最小的 那么就是我们的E 所以你最后会得到这个AN加1 除以A1 等于什么 N加1分之一 那么进一步的就是AN除以A1 等于N分之一 那么AN等于什么 N分之A1 也就是3N分之二 那么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和答案 好 所以如果我们去做一个总结概括的话 对于这种情况来说 如果这个P变成了一个FN 那么往往会是这个FN的乘级会比较好求 注意啊 FN的乘级会比较好 就类似于我们上节有给大家讲的 如果有一个等差的AN加1减AN等于D 变成了AN加1减AN等于FN的话 往往是那个FN可以去做求和 对吧 那么这地方其实可以理解我可以去做什么求成绩 比如说现在是N除以N加1 如果把它变成这个情况 来看一下 如果变成AN加1等于3的N次方 乘以AN这种情况 也就是我们FN变成了3N次方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OK FN变成了3N次方的话 去做一个求成绩的话 就是F1乘以F2 一直乘到FN 也就是3的A次方乘以3的平方乘到3的N次方 那么这个同比的什么 指数相乘 那么应该是这个底数不变 然后上面去相加 所以会变成一个3的1加2一直加到N 那么1加2一直加到N的话 就是2分之N乘N加1 也就是3的2分之N乘N加1次方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它的存机呢 是可以比较方便求解 那么大家可以总结就是 如果是遇到其他情况 往往呢 这个地方的FN 它的层级会比较好求 对吧 好 来我们看这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重点的形式 就是 N加1等于P倍 然后N加1等于P倍的 N再加上Q 就是我们在这个后面的尾巴呢 加了一个Q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来求呢 这种情况怎么来求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稍微的做几点说柄 就是 就是这个P呢 它肯定不能等一 P如果等一的话 那么就是个非常简单的等差数例 这个我们就做 不去做过多的雷数 如果P等于负义呢 注意 如果P等于负义呢 其实我们在上集说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还记得吗 就是AN加1加上AN等于这个RN加1 或者是AN加1加上负义的N次方乘一个AN 等于什么什么 那么那个地方 我往往它会是什么 会是一个G偶去做分类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很多情况下考虑这个P不等一 以及P不等负义的情况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道例题 A等一呢 AN加1等于2 B的AN再加1 那么要求这个数列AN的通向公式是多少 那么现在可能很多时候考这种题目呢 会有一问的提示 然后再求这个通向公式 比如说这道题目如果给你一个提示 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比如说给你一个提示 是这样说的 要你去求证一下AN加1是一个等比数列 注意啊 要求证AN加1是个等比数列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既然要证明AN加1是个等比数列 你肯定要去构造一下 对吧 给你的是这个数列 那么你要证明它是一个AN加1是等比数列 那么一定要有AN加1 还有还有什么 还有AN加1倍加1 就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是这个数列 注意啊 是这个数列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这个数列的第N项 这是这个数列的什么 第N加1项 那么你需要去两边构造出这个形式 然后证明出AN加1加1会等于AN加1 乘以某一个什么 某一个常数 对吧 那么这个构造其实就非常简单了啊 直接再原题这个式子 怎么样 两边加1 两边加1 左边会是AN加1再加1 右边是两倍AN加2 那么两倍AN加2可以提个2出来 对吧 会得到是两倍的这个结果 所以就可以很快得到它是个等比数列 它是个等比数列 那么可以求出AN加1的通向公式 求出AN加1通向公式以后 这个AN的通向公式也迎刃而解 对吧 你想A1等于1 那么这个AN加1的首项就是A1加1 就是我们的R 所以AN加1是一个首项为R 公比为R的等比数列 那么会得到AN加1等于什么 R乘以R的N减1次方 那么AN就是RN次方再减1 OK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同学 当你们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有没有去想过 说他为什么会想到 他就构造这样一个等比数列 对不对 他为什么会想到就构造这样的等比数列 而且为什么是1 为什么不是2 为什么不是3 对吧 好 我们就来揭示一下这个答案 OK 那么其实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就是在我们这个D推1那块最开始给大家讲了 就是我们后面遇到的各种各样的D推模型球 同样公式呢 他都是去尝试把它构造成要么是等比 要么是什么 等差 那么在这块AN加1等比 被AN再加1呢 我们是把它构造成什么 构造成等比 如果原来没有这个1 这套题目就相当的简单 对吧 但现在有个1以后呢 你会发现 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等比数列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尝试把这个1呢 去往这里面去分配 就把1都往里面放 那么放完以后呢 我们就能够实现形成括号 这个整体 那么这个整体就会构成什么 构成一个等比数列 对吧 所以要把1往里面分配 那么这个到底分配多少呢 我们并不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去呢 代定系数 所以啊 就是对于任何情况来说 你都不需要去提前预知 这个λ等于多少 我们都可以代定系数求出来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 后面这个常数啊 无论是1 还是其他的数 比如说3 比如说4啊 比如说5啊 比如说-1啊 都可以往前面去分配 那么分配完以后 就会形成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希望把它 它化成这个形式 对吧 因为你化成这个形式以后 an加上lambda这个整体 就会是一个等比数列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求解 那么lambda等于多少 怎么来代定呢 你想 你希望把它化成这个形式 那么就意味着 这两个其实完全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把下面的做一个变形 an加1保留不动 那么右边是两倍an 再加上2lambda减lambda 那么就是两倍an 再加上lambda 那么这两个要完全 一样 那么就意味着lambda lambda等于1 对吧 想一想 lambda等于1 对不对 那么如果把这地方 做一些改变 比如说把这个1 换成3呢 把1换成3 你会发现 这个lambda就等于3 对吧 如果把这个1换做4 换做5 换做加数 是不是都完全可以 而且 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 就是 为啥我要保证这个 所有两边都是同样的lambda 对吧 为什么要保证 所有两边都是同样的lambda 如果我直接在这个式子 怎么样 我是做一个an加1 等于两倍的an加上rmd 我直接在右边提出一个r 可不可以呢 对吧 我也形成这样两个 括号啊 然后后面没有常数啊 可不可以 这地方是不行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个角度 就是我们要去构造等比数列 那么基本上 我们这个右边 要出现的是数列的dn项 左边要出现数列的dn加1项 那么这个数列的dn项 和数列的dn加1项 它应该保持结构形式完全一样 然后区别仅仅在于 这个下标或者和n相关的 它要是不同 对不对 所以你像如果是这个情况 这边是an加2分d 这边是一个单独的an加1 这两边的结构形式不一样 但是对于这个情况 它是an加lambda 它是an加1加lambda 它两边的结构形式呢 完全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那么另外的角度 可能更加的直观一点 就是我们如果构造完整笔数列以后 求它的通向公式 我们要用的是垒存法 垒存法需要相互消去 对不对 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会发现an加1 加lambda除以an加lambda 等于什么 等于2 那么往下写的话 就是an加上lambda 那an-1呢 加上lambda 然后等于2 那么这时候去做存法的时候呢 它和它是可以消去的 就实现了垒存法的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是它呢 你会发现an加1 除以an加lambda 等于2 然后往下写一个是an 除以an-1 加上lambda 然后等于2 这时候你会发现 就是它和它怎么样 消不掉 对吧 就是没法相互消去成功 所以呢 就不能这样就够不掉 对吧 OK 好 那么如果说这个p和q换的其他数 我相信大家也都应该没有问题 对吧 比如说这方如果p换成一个3 q换作一个2 怎么办呢 p换作一个3 q换作一个2 我们可以快速的来代理一下 对吧 就是an加1 等于3倍an 然后再加2 那么就是an加1 加上一个什么 lambda 那么右边是3倍an 加上lambda 那么把这个 左边lambda移过去 an加1等于3倍an 然后再加上2lambda 这和这个应该怎么 应该要完全相等 那么这两个相等的话 就会得到lambda等于1 那么lambda等于1呢 就会得到an加1加1 等于3倍的an加1 那么an加1就是一个等比数列 公比是3 对吧 所以就是换成任何的p换呢 你都可以怎么去做一个代理 所以大家如果看参考书的话 有些参考书会给大家一个结论 就是 这个给大家一个lambda 一个计算公式 就是和pq之间的关系 而我的建议是 大家不用去记 不要 你可以去推的 你自己也可以推 那个非常简单 就是拿这个呢 去推出一般的lambda 和pq之间是等于多少 我不太建议大家去记 大家其实只要按照这样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带定系数的步骤 然后去做一个对比 其实就很快了 对吧 好的 那我们来看咱们的例题3 OK 例题3和这个例题2的区别在于就是 刚才例题2是一个单独的常数q 也就是我们的什么 就是我们的1 现在这个地方的q呢 变成了q的n次方 那么就变成了3的n次方 那么这个后面的尾巴 它是和n相关的 那么这个和n相关的 是否它和刚才的球角方法一样呢 怎么办 好我们可以来看看就是如果我们仿造刚才的方式啊 就是an加1加上lambda 然后两倍an加上lambda 然后也去这样做带定的话 就是你可能看上去呢 这个lambda是左右两倍一样 对吧 而且它带定出来也非常的简单 可以非常的快 就是an加1 等于两倍an 然后加上lambda 然后这个lambda和这个呢 是完全相等 对吧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nlambda呢带定出来 OK 就是可能会有很多的仿造刚才的步骤呢 很快解决这个 但是这个地方会出问题 出什么问题呢 来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看这个式子呢 你没有什么感觉 看这个式子 你可能感觉说两边的结构型是完全一样啊 因为都是加同一个lambda 对吧 但是这个lambda和刚才lambda的不太一样 是刚才lambda完全这个lambda是一个常数 但是现在这个地方你带定出来的lambda呢 它是和n相关的 那么如果是和n相关的 你们觉得它是否要和这个地方 每一个下标保释一针 要不要 比如说 现在这个带定出来的情况 你能否用它求出我们an的通向公式 能不能搞得定 你觉得呢 我们不妨给大家试一下 对吧 就是an加1加三能词方等于2 乘以an加上三能词方 那么往这边写就是an加1加上三能词方 除以an加上三能词方 然后呢等于2 那么往下写一个是an加上三能词方 除以an减1加上三能词方 然后呢等于2 对吧 你会发现对方出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想去依照我们的累成法去求解的话 去相互消去 你会发现 这个和这个怎么样 没法消 它是三能词方 它是三能词方 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而且你从这个整体角度来理解的话 如果你拿这个式子就去缩一这样一个结论 an加上三能词方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等比数列 就是如果你单纯的拿这个式子 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显然不对 为什么 对于an加上三能词方来说 这个是它的dn项 没有问题 但这个是dn加1项吗 是不是 这个显然不是dn加1项 如果它要是dn加1项的话 和an加1匹配在一起的 应该是三的n加1次方 而不是三的n次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完全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如果怎么 如果是和n相关的 你要去做一个代定系数的话 可能一个单独的lambda 这样一个常数 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怎么样 我们还要引路这个n相关的式子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来我们看来就是an加1 加上lambda乘以三的n次方 三的n次方 等于什么 等于两倍an 然后加上lambda乘以三的n次方 注意lambda在这地方 依然是常数 但是它后面带了一个尾巴 就是这地方带了一个三的n次方 这地方带了一个三的n次方 那么这个就完全是为了 和这个下标去做一个匹配 就你想 如果你能够带定出这种形式 那么你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an加上lambda乘以三的三 这个家伙是一个等比数列 对吧 就是这个是dn相 这个呢 n加1 n加1是它的dn加1相 就如果你能够把这个lambda求出来以后 这个结论是可以做的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工作就是要去带定一下lambda指示多少 那么后面带定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你把这个lambda乘以三的n加1次方呢 一到什么 一到右边去 那么就会变成一个an加1 等于什么 两倍an 然后加上一个2lambda乘以三的n次方 然后再减3lambda乘以三的n次方 那么这个画点就是一个负lambda乘以三的n次方 那么和它做个对比 它和它 那么会得到lambda等于负1 对吧 lambda等于负1 我们就会得到an减去三的n次方 是一个 是一个等比数列 然后可以求出我们这个an减三的n次方的通向公式 进而得到什么 an的通向公式 对吧 那么这个如果把这个q的n次方 也就是说这个三的n次方换成其他的呢 比如说换成四的n次方可以吗 换成四的n次方可不可以 OK 换成四的n次方呢 和这个求解方法完全一致 对呀 换成四的n次方和它的求解方法完全一致 那么换成五的n次方 六的n次方 七的n次方 或者说是负三的n次方 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换成什么时候 会不太一样呢 等于说如果这方换成一个 r的n次方 是一样的吗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如果换成r的n次方 那么会变什么 会变成an加1 等于两倍an 加上r的n次方 好 我们可以快速的一葫芦画条 来去构造一下 就是两边点来配一个什么 这个家伙 最后这边是不是完全是长得类似的 对吧 就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lambda带领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等笔数列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移到右边去做一个倚项 那么左边会变成an加1 右边呢 两倍an加上一个lambda 乘以r的n次方 然后再减去lambda 乘以r的n次方 你会发现这个就完全没有了 按理说我们应该是要剩下一个东西 然后和原来这个去做一个什么 相等 然后带定出这个lambda的取值 但是现在没有了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感谢大家